汽车保险 分了两种 一种叫综合保险 一种叫第三只责任保险 第三只责任保险是比较简单 保费是5000元乘折扣 再乘1.03 而第二种是综合保险 看看车油缸多大 第一类是1650cc以下 叫第0类 第一类是1650cc以上 3500cc以下属于第二类 而第三类是比较3500cc 先看第一类 这类的保费如何计算 将车价10万元乘8.4% 计算出来的数字 如果是小于1000 我们就计算1000 再将这个P加上8600 乘折扣 再乘1.03 就是全年的保费 至于第二类 大过1600cc 小过3500cc 不用8.4 和8600 用5.5和9500去计算 你看看这个网址 首先选了车的制造商 型号 年份 不过这三个都不重要 要计算保费 最重要是后面这几个 油缸分开三类 小过1650cc 第二类是1600-3500 第三类是超过3500cc 用不同的数字去计算 假计车价是10万元 折扣是20% 算出来 全年的保费要14000元 只要第三者赚保险 简单一点 我们不看车价 将5000元 再乘折扣 再乘1.03 算出来是4120元 折扣是怎么计算呢 看回 无杀常保险期 我叫NCD 一年没有保险 即是没有撞过车 折扣是8折 两年都没有撞过车 没有保险 7折 6折 5折 4折 等等 所以这个Program 我们首先要输入三样东西 车价 气缸 容量 容量 多少cc 就决定了 它的Type是0 1 2 这个Type 就决定用什么数字去计算 8.4 5.5 5 5.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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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